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東南大戰 大家都知是香港球壇的老牌球會對碰 過去兩隊為球迷帶來過很多精彩回憶 而這一日的港超聯賽事就豐富了這些回憶 定必會成為經典的一場球 藍衫的東方龍師有牢膏拐下拐下之後 左腳一彎 揭開這場大戰的序幕 麥記在右路拿到球回後 又見到盧高 再一次推順之後抽射 曾文輝飛身擋出 18日之內的第五場球 當中包括兩場高水平的瓦冠杯賽事 竟然沒有需要再形容東方龍師的賽程有多感地獄 累 相信是人都會的 可能有人想休息 也會有人堅持要落區 躺下禁區的意思 葉鴻輝這一球為守住東方龍師的大門 一旦落地後弄到 踢完上半場 就要由何國泉入體 但未換出之前 他依然緊守崗位 集中力和決心 有時是可以暫時頂住痛楚和倦意 今場兩隊發炮的質素都很高 機奧雲尼左腳勁射 老土的七隻字 射得靚 救得易靚 這麼高水平的較量不是經常見到的 東方龍師今場錄得19次攻門 南華17次 各有8次和6次中目標 足以反映比賽的激烈程度 去到38分鐘 白鶴處理罰球 好漂亮 最近他用手打字出PRO 宣布退出港隊事件夜氣風波 落到球場 用腳入球 右腳踢一蹭 直飛網仔 和教練慶祝一下 這是38分鐘入球 令東方龍師半場領先1比0 正如之前所說 何國泉在下半場入體受傷的葉洪輝 成為東方龍師今場的門將2.0 踢到60分鐘就變成比數2比0 入球的東西不一定要撕裂對方的防線才可以 學基奧雲來的 看對位置來的遠射一樣能入球 但是短短4分鐘之後 比數又起變化 東方龍師在主場出擊 但是主場不一定說得完事 比賽來的 總有估計不到的情況 曾錦濤情急之下擺了烏龍 東方龍師仍是領先2比1 但是再過多6分鐘 對方麥高派露一腳 比數變成2比2 發定時間還剩下20分鐘 兩隊都踢得這麼好 整場球又這麼精彩 要不如打和 手循環打和 Super 漂亮的射門 是盧高來的 打和? 問過尾路史拿域沒有? 問過盧高沒有? 前者83分鐘入闢梁振邦 出場分靈中 就向盧高送出Super 漂亮的助攻 盧高一趟 東方龍師再次領先3比2 已經85分鐘到尾了 以為賽事就這樣結束 只不過是賽事高潮的開端 足球比賽有波入有高潮 再一個2分鐘之後 87分鐘3比3 對方入球的是寶陣 一開始告訴大家 這一場是一場注定成為經典的比賽 又怎會在這裡結束呢? 何國全擋出了對方的單刀 建立了東方龍師取得勝利的基礎 戲劇性的賽事必定有一個戲劇性的結局 而寫下今場結局的 是他 白鶴啊 看看他 他的激動啊 興奮啊 點指上到個鼻道啊 直接寫在整塊面上 他這下在保時第一分鐘的左腳射門 令他攻入個人今場第二個入球 亦都令到東方龍師 險勝4比3 掌聲是屬於兩隊的球員 多得他們合演一場 扣人心弦的賽事 場入面的2774人 恭喜你們 有幸目睹今季 甚至近年最精彩的一場 本地聯賽 沒有入場的球迷 多謝你們收看 不過看精華又點及現場看 今場其實還可以入多3千多人 下次記得入場看 東方龍師贏波 在聯賽榜的領先第二位 踢少兩場的結智9分 這場勝仗對球隊真是很重要 這三分的確是對球隊衛免聯賽冠軍 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藍挖一隊 很有實力的球隊 其實可以在他們身上獲得3分 絕對不容易 加上不是剩下這三分 最重要是士氣和信心 這場球 我們兩度三度領先 中間有被追和過 但球員沒有放棄到 最後我們可以入到知性一球 我相信對他們將來的比賽 我們的信心會提升很多 場邊看自己球隊的比賽 一定會緊張我自己到場去踢 因為在場邊你控制不了很多東西 還有比較遠距離去看 可能會緊張自己下去踢 好